有日本網站 之前舉辦網上選舉 問大家用電飯煲煮飯時 加入什麼食材 可以令飯變得香、糞糞又超好吃 頭背結果早前已經公佈 當中包括糖、沙律醬、蜂蜜、麻油、味淋、醋等等 而第五位就是料理酒 它適用於已經放了3至4個月的舊米 因為舊米容易失去香氣 但就不要加太多 大約每150克米 就加入1至2茶匙清酒或米酒 第四位就是鹽 可以增加飯的甜味 第三位就是高湯 可以自己熬製 或者用高湯粉也可以 瓦棍就是冰粒 雖然煮的時間會稍微拉長 但因為會稍微減慢溫度上升的速度 米飯中負責產出甜味的酵素 有更長的分解時間 煮出來的飯會更加甜和彈牙 建議每大約150克米 就加入1至3粒普通大小的冰 冠棍就是海帶 不需要混入米裡 只需要放米的表面 煮好飯之後 也可以將海帶投入火鍋 或者其他湯品裡食用